特朗普在太空司令部成立典礼上 除了强调太空 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中处于中心地位外 还表示下一步将组建太空军 以防强调准备准备准备 导致机构臃肿 而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马克·埃斯珀是太空军的拥顿 他28号在声明中说 设立太空司令部是向组建太空军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介绍 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将成为新的太空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 还将从陆军下射的空间和导弹防御司令部 及海军下射的航天和海战系统司令部等抽调力量 现任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官约翰·雷蒙德 将担任太空司令部第一任司令官